星期五開始進行到下個星期天4月23號 那在兩個星期的期間裡面 我們會有八場的音樂會 一個動畫的演出的放映會 那另外還有一個工作坊兩場講座 那這次呢 整個的規劃 同樣是由國際上知名的作曲家 陳寅淑女士來規劃 那陳寅淑女士是從2022年開始 就擔任魏武雲國際音樂節的藝術總監 那今年我們特別有一個主題的作曲家 我們邀請到的是瑞典的Anders Heelberg先生 那這次在這個音樂節裡面呢 除了會演出他的三首作品之外呢 我們也會安排了一個大師的講座 讓他來分享他的這三首作品 那同時陳寅淑女士也會有一場 專題的這個講座來講述他在作曲上面 還有在音樂節的這個節目策劃上面 所碰到的事情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同步在國際音樂節的之前 也進行了這個作品的甄選 那這次我們也會呈現兩位台灣年輕作曲家的作品 還有一位南韓的年輕作曲家的作品 那我們的八場音樂會裡面包含了兩場大型的管弦樂音樂會 兩場室內樂團的音樂會是由Clement Powell先生來指揮魏武雲當代樂團來做演出 那另外也有契樂跟聲樂的獨奏會 包含了從國際到台灣優秀的音樂家 也包含了契樂、聲樂兩種不同的演出方式 那在這個音樂節裡面我們也推出非常優惠的套票的折扣 那這些都可以參考我們魏武雲官網上面的資訊 謝謝 這次的特色在哪裡 這次我們魏武雲國際音樂節的特色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經過設計的這個節目的組合來呈現音樂 從最早以前從我們說巴洛克時代 從十六、十七世紀一直到現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各種面貌 那剛才我們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Clement Powell先生他也曾經提到 他就說有些人很喜歡用年代或是說這個作品有多老來去區分 譬如說你喜歡現代音樂嗎?你喜歡當年音樂嗎? 當年音樂好不好聽? 但是他覺得我們應該換另外一種角度 就是我們不要極限於說這個時代的音樂它是什麼樣 其實音樂的發展並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希望更打破這樣子的一個舊友的觀念 我們的設計幾乎在每一場音樂會 我們都是從古代貫穿到現代 然後有一個很清楚的敘事的主題 讓大家可以更容易的進到音樂的欣賞裡面 我們先練習一下 看看我們還是要更好 到哪兒看 還有像嗎? 有的 我們應該會選擇 我們說這曹個 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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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 任何